2018年10號波 即是10號颶風訊號三足 是自1999年約克之後 發出最長的10號颶風訊號 持續10小時 風力更勝2017年的天甲 論破壞力 上一輩人會說 1962年10號風球溫代集港期間 令香港滿目倉儀 180多人死亡 當時在不少人生中 漏漏難以磨滅的景象 天文台發出的熱帶氣旋警告 為何叫做風球或波呢 以前科技人發達 有颶風吹襲 天文台就會在信號站 掛在白燈、綠燈、紅燈的晚間燈號標誌 顯示警告信號 被市民特別是漁民得息 所以就有懸掛、掛波或落波這些稱呼 去到1931年的3月1號 香港跟隨遠東信號系統 改為1至10號 隨後逐步以標誌代表 以帶氣旋信號系統漸見初營 風暴集港期間 天文台會懸掛起相應強度的信號標誌 提醒市民 70年代科技逐漸進步 懸掛實物標誌被淘汰 不再懸掛風球轉為發出信號 雖然用字已經不再合時 不過 稱呼深入民生多年 民間至今仍然保留著掛火球的稱呼 颱風吹襲 一眾打工仔 可以多一日半日假期 固然會開心 但近年超強風暴屢見不鮮 不少科學家都認為 與氣候變化有關 根據天文台2010年的預測 如果溫室氣體排放趨勢不變 到2060年 香港平均的海面高度 或者可能會比1986至2005年的平均高度 升近0.6米 導致10年一遇的超強颱風 可能會經常威脅我們